南投县文化局长林荣生是知名的书法家 他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第1、2展览室 举办莫省印象书法创作展 当日举行了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贵宾 把展览市集的水泄不通 这次的展览呢展期到9月11号为止 欢迎大家历龄观赏 林荣生莫省印象书法创作展 开幕式来了三位县长 三位副县长 包含南投县长林明珍 前县长林元朗 李朝鑫 以及南投县副县长陈振生 苗栗县云林县副县长等贵宾灌灌溉集 郑树明林局长拥有相当好人员 共同参与这场议文盛会 我们文化局林荣生局长 在彰化美事馆举办司法展览 今天来参观林荣生司法展的贵宾相当的多 来把整个展示馆集的水泄不通 显现他的人气还有他的司法都受到大家非常的肯定 那么林荣生局长他也可以说在司法有他的独特专场 有独特的一个司法的写法是非常难得的一位 县长林明珍支持时指出 林局长不但书法写得好 行政能力也相当优秀 今年的南投县三大活动 沙雕文化园区 会展中心恐龙站 南投灯会都相当仰赖林局长 另外我们林局长他也有很多的创意 能力相当的强 像今年我们举办跨年晚会 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他就办得相当的成功 那么我在接着交代他 今年这个沙雕文化艺术园区 也请他来接办 他都办得非常的好 也照进度在推动 我相信林局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杰出人才 那么今天这边展是他的书法 我们祝福这次他的书法展顺利成功 这次的各展包含传统中堂 逆轴 对联 斗方等形式 另有茶壶 陶翁等实用书法 以及日常生活美财等现代创作 林局长重视艺术与生活结合 藉由书法书写 更具特殊意义与收藏价值 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美学含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